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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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我們先謝謝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可以辦一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那也謝謝地門藝術公司 他們承攬這次的導覽活動 那我們大家就往這邊走 那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出發點 那藝術家是王信玉小姐 整個作品它有四項人數 一個是指紋 名勝古蹟 種子跟出發點 藝術家他認為捷運的車站 點跟點的之間 之間不斷它就是會串聯出 一個面的一個完整性 他認為這個車站以後勢必會 改變這附近人們移動的一個方式 那進而取代新世代的一個交通樞紐 成為交織新世代的一個文化的地圖 所以呢它也是等於是把一個捷運的一個路線的地圖 跟後面的一個指紋文化的地圖 來做一個相互名這樣子 這個第二作品呢 它的那個藝術家的創作者是朱方毅 那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物件的故事 它這個玻璃磚總共有176塊磚 那其中裡面這個有物件的有108塊 那它認為什麼叫做物件呢 它認為說這個物件就是代表一些歷史 一些故事 那這個黑白色的那個物件呢 都是創作團隊呢 參考當地的歷史啊 文化的背景啊 還有景點環境加以設計的 那16個彩色的這個物質 由大橋國小六年級的學生 他們帶領他們一同來創作的 作品上下的兩方 它的那個物件是比較稀疏的 代表你的記憶是越來的越模糊 那靠近這個彩色的這個16個這個物件呢 是越來越密集 好像你的記憶一樣 你最近的記憶其實比較鮮明 過去的一定是比較模糊的 那它這個藝術的那個公共藝術的作品 它主要有三個元素 淡水河 台北大橋跟迪化結 就是想要表達一種淡水河的一種意象 我們看到玻璃磚後面這個陶板 表達的就是台北大橋 那時候民眾參與計畫 然後找大橋國小的學生 帶領他們一起勾勒這些線條 代表迪化結 複數 大宗滿足 第四個作品呢 是教育人類的一個搖籃 那誰在這個搖籃裡面呢 孩子在這個搖籃裡面 所以這個裡面呢 這些大大小小是胚胎 紅色的這個地方 它代表心跳 然後黃色的光 它就是跟橙色光 就是希望能夠營造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就是當你看到這個作品 你就會感覺好像是一個嬰兒 然後回到母體 然後有一種搖籃的那種氣氛 那大橋頭站的公共藝術 就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要問的話呢 我們就往下一個站去 那這個公共藝術作品呢 它是一個作品 但是它有兩份 第一組的作品是在上面的這個地方 那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公共藝術 剛好適合這一個建築的這一塊玻璃窗 那它這個呢 玻璃呢 它就是會用手去敲 然後高溫 好像是300多度的高溫 燒製而成的 然後才會形成那樣子的一個紋路 那這個地方你看這個角落 它剛好光線透進來 它就會形成一個很美麗光影的一種投射 就很像水波喔 波光靈靈 波光點點的那樣子的感覺 第二個作品呢 它叫做掠影 上跟下用半透明 優白十顆玻璃 中間叫大理石嵌化 它想要呈現一個水曼沙洲一個意象 那這一排呢 LED的燈呢 它主要是想要營造 成昏映照下的一個淡水河的一個景致 那這個作品呢 你就感情它真的就是 波多黎各級的南美洲的創作的手法 熱情 奔放 洋溢這樣子 它在設計的時候呢 它大量使用四種顏色 紅色 它印象中它認為紅色就是中國 一種喜氣洋洋的一種顏色 還有黃色 黃色它認為是一種皇帝 以前古代權貴的一種顏色 那黑白涼它認為這是太極代表的顏色 所以等於說這整個作品就是一個 外國的一個人 他來看我們中國文化一個表現的一個手法 那這個作品呢 它其實先以這個鮮色宮為主 然後36個圓呢拼湊而成 它就是把三重工業的一些零件 融入這個作品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錨釘 然後這個是用銅線編織而成 這個藝術家他在創作的時候 他就認為三重就是冰冷黑白工業的一個環境 然後工人在一邊工作的時候呢 聽了廣播流聲機 那以前古代流聲器就會有一個喇叭的頭 它就是取其發聲器那個異象 它有考量到這個車站是屬於 減體減量導視的月台 所以它的整個空間是屬於比較小 所以它呢它就是想要做這個月台椅的 讓你有一種懸浮的感覺 謝謝大家今天熱情的參與喔 這邊然後請大家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